就是是什麼雞蛋花 我們叫做免織花 也叫做雞蛋花 你看它就是 塞上 它會有這個奶 當然這個汁液 不可以吃 但是 它是所有護膚產品裡面 不可缺少的原物料之一 所以有的時候 你曬傷或是皮膚乾裂的時候 你可以抹 木諾點凡士林 加上質衣膜 在皮膚或受傷的地方 它是非常棒的 它隨時 折一半 比如說這個 如果你們看 它開的花 你覺得是很漂亮的花 你很喜歡 就是把它這樣折 折一下 你看我很捨得 折一下 折一下了以後 隨便擦 它就會長 我跟你講 真的不騙你 因為我這一顆 也是這樣子折回來的 所以它很會長 這樣子了以後它就會長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那個花呢 我會給大家看 怎麼把這個花做成非常棒的花茶 你們想不到它的花 還可以當花茶 而且還有治療的功效喔 這個就是我剛剛呢 就隨便在隔壁 還有前後左右鄰居的花園裡面 看到不同的顏色的這個雞蛋花 我摘了幾朵 等一下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怎麼用這個雞蛋花 你們都不知道吧 用這個雞蛋花 沖泡出非常棒的養生花茶 摘回來的這個雞蛋花 免織花呢 就用乾淨的這個水 好 礦泉水先泡著 沖洗 先泡著它 把裡面的一些這個 非常非常微小的這個小蟲蟲 好 那因為它香嘛 都會遭風引碟 然後所以把這個呢 就是先泡在水裡面 好 讓它過濾一下乾淨一下 這個有沒有 就很像一般我們去那個 SPA館或芳療館 好 都會擺著一盆的這種花水 有沒有 很美麗 看著心情都好 對不對 心狂神怡 好 這種feel很棒 把花放進來 把花放進來 好美哦 加入了水 好香啊 這個比茉莉花茶還棒 而且它這個是天然的 我就讓它先浸泡一下 等它比較溫涼的時候呢 就可以喝了 它是很有功效藥效的呦 而且它不苦 香氣四溢 就是這一杯 我告訴你們哦 這個呢 雞蛋花呢 花茶呢 隨手可得 而且每天來上一杯都不為過 非常棒非常棒 它比茉莉花茶還好喝 而且它真是天然的 有淡淡的花香 非常的天然 而且它非常的有功效跟藥效 每天呢 來一杯你要溫涼溫涼的喝呢 或者是把它冰鎮起來 都滋味非常的棒 為著這個我今天還穿上的 非常符合這個 熱帶南國的島嶼風的那個 衣服呢 哇 太棒太美味了 你們一定要把它雪起來哦 這個是非常棒 名副其實的 呃 花茶 沒有想到吧 這個美麗的雞蛋花 還可以這麼的美味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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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